职棒八年上半季 石鲍银打出成军以来的最佳成绩 自信的笑容长挂在李老师的脸上 即便是初次面对刚投出反国首胜的大锅 鲍铃银坚强的打线 并没有任何一丝退缩及畏惧 一场好球就这样开始 二局上半 赫亮德大棒一挥从马里安手中 击出一只左阿爷方向又高又远的 Home Run 曾贵张站在护殿上也无济于事 这次阳春拳雷打让师队先持得点 以以比林战时领先 比赛紧接地进行到二局的下半 大锅的晋升球绝技 令小老弟们是文之丧胆 这回连棒球王子廖敏雄也不放过 大锅是非常镇定且面无表情 反观苦楚廖敏雄挨了一记之后 还被主审判定出棒过半 也难怪李老师要出来为子弟兵抗争了 不过主审还是做出对大锅有利的判决 好吧 就算是尊敬前辈吧 结果手还是疼痛不已的熊哥 一棒落空遭到了三阵 刁敏雄只能无奈地看着大锅 大锅在看台上的夫人心里想 怎么开始状况就这么多 六棒打击怪节理 从不及出游击方向的反弹球 并没有什么威胁性 击棒承直性急于进攻 打了一记外角偏低的球 形成本磊后方的飞球 这自然难逃铁骨曾志真的手套 大锅安然度过前两局 三局下半 黄光熙抓住大锅偏高的球 扫成右外野靠近边线的二壘安打 黄光熙这一仗打第九棒 没想见当时时报英队超猛的暴力打线 大锅想来一记回马枪签字 几乎形成了失误 让英队在一出局的情形下就瀕临成下 开路前锋有安打制造机美誉的曾贵昌 并不急着出棒 耐心选球获得了保重 亲自在三壘肚军的李老师 评出暗号跟大锅斗智斗力 二方张耀藤也没有闹回 几乎左外野方向的杯球 形成了高飞牺牲打 送回三壘上的队友王光熙 双方一比一 战局又回到了原点 也让现场六千多名观众 开始感染到这一场好球特殊的张力 比赛来到五局上半 陈振贤挥是恐怖奔子 左外野方向的拳打 让廖女熊望球心探 让现场失眯正立欢呼 也让失队第二度取得领先的优势 不过二比一只有一分 似乎不足以帮大锅顺利护航 于是接下来的吴思贤 敲出了右外野方向的安打 再加上马尼安的超级大冒头 老将农思贤见金可师 加快脚步一口气 攻占到三壘 罗家伴之役的罗德 适时又扫出了穿过游击防线的安打 我这么厉害被打出安打 警派谁我专门打天地的球 失队又追加了一分形成了三比一 李老师这个暗号是告诉大家 千万不要让大锅轻松过关 洋将杰恩说 OK no problem 左野方向差一点 形成全力打的深远安打 杰恩是派步的攻占上二壘 林家强总教人说 叔叔该换头手了的 看起来是该准备了 王光熙跟贵章接连地敲出安打 三比二 大锅领先的筹码只剩下一分 而且英队在一出去之后 攻占成满壘 正巧大线又轮到了中心打者 支队这时候只能寄望英队 挤出双杀打 看台上抱着小孩的郭夫人 此刻的心情 比他的丈夫还要紧张改背 两好三块一出去满壘 四棒的威格技术 三颜丁强劲的板摊球 如果张蓝的漂亮 先传二壘再往英雷 Double Play 打过狂吼一声 拉了个帅气的弓箭 并与搭档曾志珍 击掌庆贺 棒球运动最美好的感动 在这一刻充分的表露 也感染了当晚 在台中球场的每一个人 不过永不服输的李老师心里想着 别急 好戏在后头 三比二的比数 一直僵持到九局下半 后援投手马汉面对李 李聪复中外也强向的大号权力打 骂汉是无言以对 李老师则说 打击姿势怪怪的李聪复 这回干得好 双方三比三平手 接下来的陈志信是毫不留情的 补上一支深远的杯球 是back to back的再见权力打吗 不是 差那么一点点是一支二脸安打 应对猪战将们是空欢洗衣场 此时师队采用故意刺坏的战术 大锅的第二胜虽然已经泡汤 但仍然希望球队能够赢球 看李老师老心宰宰 因为又轮到可怕的一九半 往光西带住的一锦内角球猛力一拉 穿过三壘防线 胡思贤虽然奋力一哭 但无力回天 带跑的谢其勋就在李老师夸大的指挥之下 快速地回到本壘 得到至胜的一分 这一晚我们不但看到大锅落水的球困 也看到成熟的石包英赛 直放八年上半季傲人的实力 对鹰队及李老师及鹰迷而言 那是所拥有最美好 也是最后一个球技 对鹰队及其他球技能够赢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